李敏今年33岁 在事业单位上班 结婚8年 有一个7岁的女儿 这天晚上7点多 她正在给刚洗完澡的女儿穿衣服 突然手机响了 一看是婆婆打来的视频通话 要是以往 李敏肯定是马上拿起手机接通 然后礼貌性地 问一生婆婆吃饭了吗 顺便关心一下她的身体 但这次她直接把手机递给坐在旁边的女儿 你奶奶打来的 你跟她视频说说话吧 说完之后 李敏去浴室搞卫生 她花了一个小时 把浴室里里外外搞了一遍 出了一身的汗 总算感觉整个人精神了一点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就喜欢搞卫生 洗澡出来 李敏发现女儿已经结束 跟婆婆的视频通话 她没问女儿跟婆婆聊了什么 不想问 第二天是周六 李敏跟女儿正在睡午觉 迷迷糊糊间 好像听到有人敲门 仔细听又不是 以为是出现幻觉 过了几分钟 她的手机响了 婆婆打来的电话 刚接通 对方率先开口道 小敏 你在家吗 开一下门 昨天贝贝说想我了 正好家里的龙眼可以吃了 我摘一些给你们 李敏赶紧起来开门 把婆婆迎进家里 贝贝一看到她奶奶来了 走过去紧紧地搂住 祖孙俩搂在一块儿 要多亲密就有多亲密 婆婆看了看屋里 问 小敏 宋斌去哪里了 周末她不在家吗 李敏顿了顿说 我 她有事出去了 婆婆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宋斌 叫她回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 宋斌总算回来了 一进门 她笑着跟婆婆说 妈 您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好开车去接您啊 婆婆没有跟宋斌母子情深 反而在宋斌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用力狠狠地打了她两巴掌 瞬间那半边脸红肿起来 李敏跟宋斌谈了两年恋爱 确定要结婚了 才跟她回老家见她的家人 他们家那时候还没有盖楼房 只有四间泥瓦房 墙面已经起了许许多多的青台 房子显得有些破败 可以看出年岁的久远 院子里有一只大黄狗 还有十来只小鸡走来走去 地上有一些鸡屎 很脏 好在房子里面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摆放整齐 第一次见到婆婆 她穿着一身旧衣服 水洗了很多次 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 表情有些紧张不安 这样的婆婆 李敏没有看不起她 反而莫名地觉得她善良 朴素 勤劳 能干 如果她不勤劳能干 怎么能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 而且还把他们教育得那么好 不仅如此 她还知道读书的重要性 就算再穷 也鼓励孩子们好好上学 宋斌是家里的老大 底下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爸爸在她1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当时弟弟妹妹都很小 一个八岁 一个四岁 那时候婆婆才36岁 就成为了寡妇 有人给她介绍一个在这堂场上班的对象 对方工作稳定 李毅 有一个女儿 保证婚后把工资上交 让婆婆管家 前提是婆婆要跟这边的家庭断绝关系 不能跟三个孩子有来往 婆婆都不考虑 没有犹豫 直接给拒绝了 她说她就是去当乞丐 也不会抛弃自己的三个孩子 就凭这一点 李敏在还没有见这位婆婆之前 已经对她有些敬佩 见面之后 好感倍增 李敏是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都在事业单位上班 姥姥姥爷爷奶奶都有退休金 她从小养尊处优长大的 从来没有为家里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忧愁过 家里人同意她跟宋斌的婚事之后 已经准备好一套120平方米的大房子 以及30万现金 还有一辆18万的车 这次她跟宋斌回老家 就是接婆婆和小叔子小姑子去参加婚礼 婆婆离开一会儿 回来之后 手里拿了一叠现金 她把钱递到李敏的手里 脸红得道 小敏 拿着 这是妈给你的 你拿去用 李敏不知道这叠钱到底有多少 老人赚钱不易 她本来想一分都不要 但觉得这样会让婆婆尴尬 于是数了500元出来 剩下的还给婆婆 妈 谢谢你 我正好想买一套新衣服 等婚礼那天穿来敬酒 这500块钱够了 剩下的你拿回去吧 因为李敏这一举动 宋斌还肉麻地说 自己这一生很幸运 娶到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好妻子 婚礼结束后 小叔子小姑子回去读书 李敏把婆婆留下来住一段时间 想培养一下感情 带她到处走走逛逛 可婆婆住不习惯 过两天就说要回去了 她担心家里的小狗小鸡 总不能麻烦唐审他们 李敏也不好再挽留 备了一车的东西 让宋斌开车 送婆婆回老家 有一天 宋斌接到了小姑子的电话 说婆婆去干农火的时候 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 那人逃跑了 找不到 李敏跟宋斌请假 急急忙忙回去 到了县医院才知道 婆婆伤得很严重 骨折了 右腿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脸上还有右手也受伤了 婆婆这次受伤 整整躺了三个多月 后来她虽然能下地 右腿也慢慢地恢复 但右手不能再干重活了 李敏看婆婆愁眉苦脸 就跟宋斌商量 负责小姑子小叔子读书的一切费用 那时候小叔子已经上大学了 再过几年就毕业挣钱 可以分担家里的压力 婚后第二年 李敏生了一个女儿 婆婆跟唐沈拿了二十只土鸡 跟两百个土鸡蛋来 她满心欢喜抱着孩子 塞了一个大红包 后来 李敏一看足足有两千元 这不少了 毕竟婆婆自从右手不能干重活后 赚钱有限 李敏替孩子接受了这个大红包 担心婆婆手里没钱了 她告诉宋斌 让她以后每个月 给婆婆一些生活费 婆婆怕自己做得不对 每次抱孩子都问保姆 拿东西也是一样 有些小心翼翼 她在这里不习惯 住了六天就跟唐沈回去了 每次都是这样 婆婆不愿意在李敏家住太久 住几天就要走 而且很少来 李敏潜意识知道 这是婆婆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她要想回去就给回去吧 免得不自在 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 李敏看到婆婆还在用老人机 就上街花一千五百元 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耐心地教她怎么视频通话 语音聊天 如何看视频 自那之后 婆婆隔不久就打来视频通话 也许是血缘的关系 李敏的女儿贝贝跟婆婆的感情非常好 一老一少 常常能聊大半个小时 有时候婆婆没主动打来 贝贝还有些不高兴地说 奶奶怎么还没有给我发视频过来 她不爱我了吗 李敏跟孩子说 那你想奶奶了 你给奶奶连视频啊 平时有什么假期 孩子说想奶奶了 李敏就开车送她回去晚几天 他们有车 方便 不像婆婆 来一趟他们家拐好几趟车 非常的麻烦 主要是她担心家里的东西 也不愿意来 婆家的房子 已经不是以前那四间小泥瓦房了 婚后第二年 李敏跟宋斌拿钱盖了两层小楼房 装修得非常的漂亮 外面还贴了瓷砖 这样方便很多 他们回来也有地方住 每次李敏带孩子回去 村里面的人都围过来聊天 大家围在大大的客厅 有老人有孩子 她拿出面包 水果 糖果一起分着吃 热热闹闹 婆婆毫不吝啬 在外人面前 夸李敏是个好儿媳妇 有多体贴 有多孝顺 给足她面子 家里有什么大事 婆婆也是打电话给李敏 征求她的意见 结婚这么多年 婆婆从来没有在李敏面前 说过一句重话 一直是一个慈美善目 和蔼可亲 脾气特别好 不给年轻人添麻烦的一个形象 所以 这次婆婆突然狠狠打宋斌两巴掌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李敏一下子愣住了 她一脸莫名其妙 又有些不知所措 宋斌也是被打猛了 捂着脸不解道 妈 好端端的 你打我干什么啊 婆婆严肃地说 我打的就是你 你是良心被狗吃了吗 好好的老婆 你不珍惜 还闹离婚 你要敢离婚 以后我不认你 没有你这个儿子 宋斌转身一脸厌恶地 看着李敏 生气地说 我们之间的事 你跟我妈说干什么 这时候女儿贝贝 哭着去抱住宋斌的手说 爸爸 你别骂妈妈了 不是她说的 是我告诉奶奶的 我不想你们离婚 我害怕 婆婆抱着贝贝心疼地道 乖孩子 你别哭 有奶奶在呢 你爸不敢 宋斌一脸尴尬地解释 妈 不是我非要离婚 是黎敏无理取闹 她整天这个样子 让人心烦 原来 贝贝出生后 家里请了一位保姆 她上幼儿园之后 就不需要保姆了 以前贝贝晚上 是保姆带着睡 辞去保姆之后 孩子就跟着黎敏送宾睡 这样过了几个月 宋斌以休息不好为由 把主卧让给母女俩 自己搬去次卧住 当时黎敏也没有多想 可后来 宋斌一下班回来 除了吃饭就回房间 不像以前那样跟老婆聊聊天 陪孩子玩完 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夫妻俩一天说不到两句话 宋斌表现得很冷淡 你不跟他说话 他一句话不说 你主动跟他说话 他却只用几个字回答 一副不想搭理人的样子 有一次黎敏生气了 就说 宋斌 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话 你爱搭不理 想干嘛啊 宋斌慢悠悠地说 我不是正听你说吗 怎么就是爱搭不理了 你这要求可真高 不合你意 你就不高兴 我一天天上班够累了 你要不能理解那就算了 随你怎么说 他说完 直接撩开凳子 回了房间把门关起来 黎敏既生气又觉得莫名其妙 以往 夫妻俩不管什么事都有伤有良 经常说说心里话 表现得很亲密 如今黎敏跟宋斌说话 他却一脸不耐烦 不是他多疑 确实是宋斌变了 连敷衍都不愿意 黎敏把心里的苦恼 跟朋友说了 朋友安慰道 这是正常的情况 你们都老夫老妻了 有了孩子 哪能像以前那样 腻腻歪歪呢 你要接受这种改变 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 不然很容易影响彼此的感情 朋友这么说 黎敏也反思自己 他也做出一些改变 变得更善解人意 宋斌可能是工作压力大 回家只想安静安静 有一次 黎敏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宋斌的白色衬衣 有一个红色的印子 看起来像口红印 他问宋斌怎么回事 宋斌说那是手上的印泥 不小心沾到衣服上了 看到宋斌一本正经的解释 毫不心虚 黎敏放下了心里的怀疑 那天是周末 黎敏带着女儿去商场买衣服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抽风涨 去年的衣服 今年穿不了了 带他去买几套当季的衣服 买好衣服后 已经是下午的五点钟 黎敏不想回家做饭 反正出门前 宋斌说跟朋友有约 已夫去了 于是 他带着女儿去商场的四楼餐饮区 女儿要吃自助餐 她喜欢吃自助餐的甜点跟水果 可黎敏不喜欢吃自助餐 每次吃了都拉肚子 母女俩选来选去 再回廊逛了一圈 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外面 黎敏看到宋斌跟一个年轻的女孩 在里面吃寿司 两人有说有笑 举止亲密 黎敏当时被气得失去理智 直接拉着女儿进去质问宋斌 这女孩是谁 当时这两人的表情 都有一丝的不自在 宋斌恢复神情后 给黎敏解释 那女孩是她的同事 叫小李 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在他们小区附近的 那个小区租房子住 因为小李没车 得知大家住得不远 同一条路 他上下班就坐宋斌的顺风车 小李为了感谢宋斌 这次才请他吃饭 黎敏不信这话 直接打了宋斌一巴掌 然后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摔了 回家之后 黎敏又哭又骂 宋斌觉得自己在寿司店 湿了颜面 心里也有一股气 他说他跟小李根本没有什么 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是黎敏思想龌龊 想歪了 黎敏反击道 是我思想龌龊 想歪了 还是你心里有鬼 你自己明白 你说人家小李 因为蹭你的车上下班 为了感谢你 请你吃饭 可你今天出门 怎么不跟我说清楚 反而说跟一个朋友 有事情谈 还有 你为什么让他 蹭一个多月的车 几天我还可以理解 你不懂你是已婚身份 需要避嫌吗 宋斌解释道 我今天出门不跟你说 是小李约我 那是怕你多心 看 现在你不就是多心了吗 至于小李坐车的事 本来就顺路 人家一个小姑娘 刚毕业出来不容易 只是想顺路坐个车 省点钱 这多大点事情 两人都有各自的立场 互不相让 宋斌说 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不想过了就离婚 他说完 直接摔门走了 孩子哭了 他也不理 从那之后 宋斌就没有回家 不知道住在哪里 也没有打一个电话回来 所以 这段时间 李敏的精神都有些恍惚 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情 他不敢跟自己的妈爸妈说这件事情 毕竟当初父母让他嫁个门当后队的男人 自己却要嫁给宋斌 说宋斌人好 是个潜力骨 宋斌确实是个潜力骨 如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李敏没想到女儿跟婆婆视频的时候 把他们吵架的事情说了出来 所以老人家才急急忙忙从老家来了 在婆婆的骂声中 宋斌说自己从始至终没想过离婚 只是吵架的时候失去理智随便乱说的 这几天没去别的地方 就待在一个哥们家里 他很诚恳地向李敏道歉 说自己不该提离婚两个字 也不该让你同事蹭车 并保证以后一定跟别的异性保持距离 说实在的 李敏看到婆婆打宋斌那两巴掌 他心里觉得很解气 婆婆问都没问具体发生什么事 一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就认为宋斌的错 这让李敏觉得解气的同时又有些感动 婆婆不像别的人那样 不管什么事都站在儿子这边 他是通情达理的 看到婆婆为自己撑腰 李敏觉得自己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忍不住泪如雨下 把多日来累积的委屈都哭出来了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